資深藝人八哥兩年前因胰臟癌病逝 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人 甚至包受離癌所苦 要求遠復瑞士安樂死 過去胰臟癌就已難診斷 難治療令人聞風喪膽 更被稱為無聲的殺手 一開始的時候 他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 來醫院的時候 通常都已經是中晚期 所以治療起來也相對比較困難一點 這個月國健署公布 一百一十年臺灣十大癌症 發生率排名 胰臟癌近首度進入前十名 臨床上也觀察到胰臟癌年輕化趨勢 但近年來不少醫療突破技術 臺大醫院的奈米刀消融治療 就能幫助無法開刀的胰臟癌病人 有效提升中晚期的存活率 其實現階段治療癌症 已有重粒子 直子等放射線治療 具備免侵入性手術 無傷口 副作用小等優點 但因為價格高昂 每個人身體能承受的輻射也有限 所以奈米刀治療 利用一次性手術 滅殺癌細胞 不但對周邊器官傷害較低 費用負擔也比較小 臺灣技術成熟 連國外醫師都來取經 由於我們是世界上最早看的醫學中心之一 幾乎整個亞太地區所有治療的醫生 可以講今天在東潘球所有治療的醫生 都是台大訓練出去的 面對胰臟癌 盛行率提高 離癌年紀逐年下降 我國醫學繳除漂亮成績單 要讓胰臟癌 不再讓人文之色變 華視新聞續舊陳清順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